我們可否再給點掌聲 我們今天四個掌聲 謝謝 在這一個零鐘頭裡面 其實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剛才鄭博士說的 我學到其實是有一百分 其實是有一百分 不是一百分 其實是有一百分 但不知為何我們九十九都沒有了 其實是一樣的 和黎校長當中 我們學到三思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我們從靈太學到的就是那兩個字 叫自尊 和邱先生我們學到也是兩個字 即是叫自然 有他們專業的知識 有他們親身的經歷 為我們展開了今天的討論 根據程序 今天的討論 我們應該是到十二點 不過大家剛才說的時間都稍為長了一點 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希望大概是十二點兩時 或十五點三時左右 會有大概是三十分鐘到三五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參與討論 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分享一下你們的經歷 因為其實剛才說的 講者說現在做小朋友 小朋友成長 有很多困難 很辛苦 其實做家長其實很辛苦 其實你問我 小朋友的辛苦 就是反映了家長的辛苦 家長很多時候都覺得 不是覺得 即是說真心地覺得 就是為小朋友做了最好的事 在這裏沒有一個家長 坐在這裏的家長說 不是為小朋友做最好的事 但往往往做的事 為何不像我們想像中 這可能正如剛才邱先生說的 intended的事 最後出來的結果是 unintended result 在這裏我邀請台下的朋友 你們可以提問 或說說自己的意見 如果你有經驗分享 就更加好的 請舉手 舉手 或者到時候說 就提提自己的貴姓 方便我們 是 我是Victor 我是新手家長 因為我兒子剛好六個月而已 今天聽到也很感謝那位講者 給了很多internet給我們 我想問就是 剛才一隻博士有提到 我之前自己都有關心有兒教育 上網看很多資訊 例如Montessori Cowit 我都嘗試看 當中很多人都提到 譬如說 小朋友 頭幾歲 其實很多人說可能是 譬如 零到五歲 大腦已經發展了 可能百分之七十 但我又看到 鄭博士你說 芬蘭的經驗 就是七歲之前 都不是所謂 荒謬地學習 但很多其他的理論就是說 在他大陸發展 即是那段時間 腦內很多新的connection 會建立 有很多brain mask 會發展 如果那段時間不學 會不會錯失了那段時間 所謂不學 其實是 是不是真的不學 還是是學一些 另外一些方法的東西 因為既然那段時間 是所謂黃金學習期 應該怎樣去利用呢 因為我已經看完 有些女士說 我三個月開始教我 死定了 我已經浪費了三個月 加上我睡覺 我這樣很長 所以我可以講解一下 我這樣 其實對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亦可能因為我講得不太清楚 其實基本上 他不學的意思 而是他用一個自然 用一個遊戲 很適合小朋友學的情況 亦都配合他們的發展 所以我就說 遊戲的課程 其實是不容易處理的 他其實是學 我們要知道其實他學什麼 為何他每天都要放小朋友 出去玩呢 其實亦都有研究 就是發現 其實小朋友腳下面 他的攀爬 其實是對他的neural 裡面的pathway 其實是幫他connect的 所以其實 七歲之前 我們零至六 是發現 他的neural science 就是發現 他會發展很多這些cells 以及他會發展那些pathways 他們一定要insist 小朋友出去外面 他們每一家學校外面 都有一個小山仔 小山優 小朋友很自然地去攀爬 其實在這些地方 就是建立他的pathways 自己爬上去爬上去上高屋 他下來自己學習找衣服 在自理 自決 自律之中 去建立他自己這方面 就是我們將會說的 那個self-regulatory skills 這件事是幫助他們 進入後設思維的能力 是一些共通能力 如果他能夠有自控 其實這是幫助他的學習很好 但自控 我不可以說我叫你不好 你不准這樣 這樣就卡控了 那自控如何能夠發展呢 是要自然地發展 就是給他跟別人玩 別人不受你玩 因為你很大聲 因為你好甚麼 於是他就要控制 因為我不可以那麼大聲 我小聲 你可不可以同學 我要用這種方法 他亦學習了解決問題 很多在這些地方之中 自然地學習 少許 那情況就是 很多這些報告 告訴你多少歲多少歲 很重要的八字 但問題就是 我相信這些報告都說對了 但問題就是 你怎樣去理解這個報告 有些人會理解為 很早要給他三種語言 四種語言 有些人會理解為 要很快地閃卡教他文字 但剛才我說的是 其實Monastery也好 或者一些比較自然的方法 都很明白 文字 他們說其實 我們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要學的就是 自然界裏面的東西 或者自然的規律裏面的東西 因為這些是最複雜 莫澤特在哪裡學他的音樂回來呢 他是從小開始 在他的環境裏面 個個都在玩音樂 亦都是很多大自然射物 澳洲的環境裏面 去感染你 是這樣學的 而不是說我們特意 我們人為的東西 去到給他 當你人為的東西 這麼小給他的時候 你就會失去很多大自然裏面 很複雜的東西 那些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而Monastery裏面的理論 就是凌智三歲做很多這些東西 接著他有根基之後 到三至六歲就抽屍剝繭 逐樣逐樣去分析 分科也好 感官也好 逐樣去分析 令到他在凌智三歲 吸收到的東西 變成一些理智一點的東西 理性一點的東西 可以記住 而這個在凌智三歲 無意識的吸收 基本上是我們用任何人為的方式去做 告訴他們 都有機會 我們認為是有機會 令到小朋友的連繫會少了 以及面對真實的生活的時候 認識不對 所以我們的題目 我想再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危機 我經常都見到 很多時候我們過分刺激小朋友 其實這麼小的時候 我們給太多刺激他 例如我們學校有報紙得很漂亮 我們有很多東西要人要這樣去刺激他 其實有時是 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做研究 但我覺得可能 剛剛是我們做了相反的 因為我現在看到 ADHD的小朋友事實上很多 尤其是在香港 而我看到 譬如一些先進的地方的國家 他們不會很奢求 就是那個課室要放得很漂亮 要放很多東西 要調很多東西下來 令到它很fancy 不會任何東西是很自然的 我在芬蘭 我就看到他們 就是他們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反而他會讓他們去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還給他們一般的學校 其實他們的學校都已經很family like 你看到其實沒甚麼特別的 他去那些地方更加是simple 連那些牆都是比較藍色的 很harmonious的地方 給那些有自閉 或者有特殊需要 或者有ADHD 這些小朋友 更加要給他們一些很安靜的環境 其實我們要想一想 如果我們經常有這麼多這樣的小朋友 而我們還會經常給那麼多的刺激 會不會有太多的刺激 台下還有哪位想有些問題或分享 隨便 各位港者 我想請幾位港者的分享 我是陳善美 都是港大的老朋友 這麽多年都是做了環得哭教育 剛才尤其是Doris 和呂先生 邱先生 你說其實很一脈相承 其實是說 剛才有一次 當我邱先生說 小朋友在自然當中學習 那個unconscious learning 零到兩歲 如果說回大陸研究 Viton剛才說了很多 其實小朋友在一個sleep stage 他在一個無意識的狀態 而當下父母本身的愛和恐懼當中 你說很多這個 其實這個裏面很多的自愛矛盾 其實在小朋友當中有很多印痕 其實將來大事 尤其是在現在的環境 我記得我女兒第一句說的說話就是 Wait 因為我那個姊姊 那時候她說要去那首體 我還在讀法律 於是她去找我 她第一句說的正式的conversation 是Wait 她已經在25歲 她畢業之後 她在計劃我去graduation之後 她會帶她去rails 很多她自己和我所分享的東西 就說其實我們在小朋友當中 其實這麼多位 其實都是因為小朋友 而進入了一個很不同的生命 而所說的就說 其實小朋友的很無意識裏面 是吸收著愛內在 就是怎樣去看她 以及怎樣去grading 就是假如我才能建立到真正的連繫 以及令她有自尊自信 以及對將來生命的渴求的話 其實這是她生命裏面最重要的學習 而不僅僅是她愛在 怎樣去學到多少個詞 假如我們真的更加明白到 大陸的發展研究 其實我這麼多年做得福教育當中 令到我自己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個一百年的教育 跟各位各位說的都是一樣 她在印證現代科學裏面 最核心的一個理念 令到質素發展的意志 以及通過模仿學習 所以周圍的環境 成人是怎樣做的 小朋友可以兩歲洗澡 洗頭 可以去切水果 可以去煮飯給小朋友媽媽吃 因為這是周圍的成人 在用這個姿態和信念去生活 小朋友在無意識當中學習這些東西 而不是我們去學習什麼東西 遊戲就是 小朋友真是最自然而開心 是主動去學習的一個環境 但是真是好像阿朱博士說的 其實要讓小朋友可以自由地遊起 很高深入藝術 而我們這麼多年都是在學習這件事 我剛剛想法 我不是小時候可以玩的時候 我幼稚園在讀小學的課程 我當年讀天主教學校 我是用了很後年很多的經歷才可以重新學習 其實小朋友應該有一個很自由的 很容易可以和人交往 可以很有意志力去建立自己的生命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用了很多後來很痛苦的經歷 就像玲太的女兒 在我媽媽的改變之後 她可以重新開展她的生命 現在正確有問題是大家說的東西很好 無論是Montessori或Wordoff 很多的尖掌教育理論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讓小朋友成長的理論 但問題是家長活在一個社會的環境當中 有很多恐懼 大家看到的東西很短淺 我可以看到小朋友讀甚麼小學 讀甚麼中學 讀甚麼大學 但實際上我們忘記了 小孩子會覺得有自己很獨特的一個本質 以及會帶給我們的世界很大的轉變的一個道路 而這一份內在的質素 不是因為我們教他們甚麼時候讀甚麼字 做甚麼數學是可以用得出來 而是四年到七歲的時間 他的意志發展 為甚麼現在有那麼多責難 和很多剛才阿正老師說的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太多stimulation 太多我們認為是好的刺激 太多的愛 太多的幫忙他們做任何的事 其實正是窒息了他們本身成長的很重要因素 但是家長怎樣可以 好像今次這樣的機會 怎樣可以讓家長 更加可以放下自己過往經歷的包袱 而是真的去逢小朋友的需要來相遇 而不是只是用好 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的理論 其實因為太多 那其實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那我怎樣可以拋下一些東西 你真是去跟小朋友用心來交往 做回家長裡面很重要的教育 這是現代教育界裡面 我們很需要做的事情 謝謝 好 多謝你 有些位想分享或有些提問嗎 來 後面那位家長 你好 我是Maggie 我是一位媽媽來的 我的兒子今年三歲了 就得了K1 其實我很認同剛才幾位港姐 就是港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是有一個很快樂的童年 有健康的成長 很快樂學習 但是我現在覺得 作為一個家長 我也覺得很無奈 因為其實香港 就不是太多選擇 就是譬如說 我知道一些國際學校比較好一點 那學費是一個問題 另外我就覺得 就算我想申請國際學校 也都是不太多選擇 其實對於這個難題 我不知道你們有甚麼推薦 有一個人 一定不會離開他的子女 就是你 所以我們學校做了這麼久 我們從八年前開始 我們強調一定要做一個家長教育師 我們家長很慘 要上八個小時的課才可以報名 小朋友 還不夠 還要在0至2歲 乘3歲的時候 要回來親子班 家長會上來 一起上課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 我們只講完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都用不到在生活中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將theory reading practice 我們其實要用一年、兩年、三年 甚至六年的時間 跟著家長一起研討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 生教的方式 一直帶著家長成長 但是留意不要變成 我們說家長很重要 可能會想 homeschooling 做很多事情 當你有這個方向去想 我要做很多事情 幫助小朋友的時候 那個方向是錯了 因為其實我們 Honisley 提議論 所說的就是 我們怎樣幫助小朋友自己學 所以其實 我連下鄭王時 在幾位說 去到哪間學校已經不重要了 如果你家裡的支援系統 是足夠的 而不是overwhelming的支援系統 而不是令到它沒有自主意識 沒有獨立性 而是一個最基本的 是一個溝通、情感 尊重它 互相尊重 然後再設計一些環境 令到它可以在當中 無論學術 無論在個人的成長 或者是社交方面的成長的時候 你已經做了你要做的事 但是這個的確 我作為一個家長過內人 我發覺我作為一個身手父母 我真的要學 很多世界上 很多不同的經驗 我們要去談到 剛剛說到華德福 我們都很欣賞 當然會有不同的 每個理論之間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很強調 就是小朋友要獨立自主成長 我們給他自己決定 我們不是說他何時讀書寫字 是他自己決定 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七歲 不要緊要 他自己決定 不要去逼他 來一點分享 其實 剛才阿士美去的分享 我剛剛才認得他 其實我們很感謝阿博士 帶了我們的老師 去一間學校參觀 是不是學校 其實是一個 你不會覺得是一個學校 你會覺得是一個家 其實那次的參觀 我們也有很大的認識 就是 其實這些幼兒教育 老師不是不知道 但當中你怎樣去堅持 你作為一個教育機構 你怎樣去做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體會 和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反省 我想回應剛才媽媽的問題 就是現在家長 都是處於一個很憂慮 很擔心 很無所釋放的狀態 其實想分享的 我想其實不是家長 學校都是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 很商業的社會 剛才所說 有什麼證書 有什麼興趣 其實回到來 家長會問我們 近期有一個家長會問我們 你們會不會開 某某的英文校試版 其實我的答法都是 我從小朋友究竟需要 和他應該怎樣去學習 基礎去回答 其實作為 怎樣在這個社會上 是怎樣去選擇一個 配合小朋友的身心發展去私教 其實我想不是單方面 就是家長的努力 學校都要自己有一個 很清晰的理念 是怎樣去堅持 和怎樣去做 配合家長 互相之間 其實小朋友 可以用一個 適切的幼兒教育 我覺得大家都要努力 因為這個社會 很快會已經訊息轉變 今時今日 它可能流行英文、日文 明天 剛才應該知道要學俄語 就是很多不同的變化 當你自己的立論 你自己的理念不清晰 你知道小朋友需要什麼的時候 你很容易去除波逐籃 當然學校、家長要支持的時候 政府、家長、社會、形勢 如何去堅持教育的系統 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派對都要努力 我會應一點 因為Maggie的問題 是說 我現在面對一個外面的環境 不是那麼理想 是否國際學校才是出路 我覺得國際學校會容易一點 我不知道 因為我兩個小孩都不是讀國際學校 但是會自由一點 但是我兩個孩子 都是一間很傳統的學校 我第一間選了她 因為她夠多功課做 那麼 這是我自己的第一個理念 是怎樣選考 第二就是看她的track record 她是99%入到名校 所以這些是她的track record 然後 我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我就會在什麼起跑線 我覺得 所以我的力就會放在什麼 我現在要問 現在反而要問問自己 究竟我們要什麼 在環境的有限裏面 我們會 就算在環境有限 但我們仍有無限的空間去做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我女兒就要跳樓 我才會醒 幸好她沒有鐵 否則很遺憾 但是好像一個已經中二兩年 即是十三四十四十五歲的 還可以回頭 是因為她 她 我們真的說 我說不要讀書了 我跟我女兒說 你不要讀了 因為讀書令到我們早上難合 然後我女兒不讀書好 整個暑假就不讀書 暑假尾的時候 她說我想讀書 我問 不要讀了 她說 不讀做乞丐 原來我不僅僅 她就僅僅 正正就是學者所說的 主動的父母就會引來被動的孩子 這是理論 就不是我們要找一個理論 來fit你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你在生活裡面 會有很多調教 然後你找到一個出路 到我兒子的時候 為什麼我又入了這間 因為高分一點 我不選那間學校 誰知道放榜是可以選擇的 因為我又是住那區 我很失望 不斷離開 我好像 一開始都看到我的名字 她的名字在那裡 因為是搞豬 但又是那間學校 沒有變 而是現在的家長更瘋了 但我經常都跟兒子說 她多少分回來 我們都是很欣賞的 覺得 她就算不合格回來 其實你昨晚都讀的 她說是呀 真是奇怪 是呀 這樣而已 以前 你那兩分去了哪裡 就好像黎校長那樣說 你那兩分呢 我昨天就跟莫蘇明明一百分 現在給你九十九十八九 現在我看到三十分 她說為何你昨天讀了這麼久 你都會這樣 是呀 離譜的 真的離譜 這樣而已 她自己就去想 下次我們會問 你想下次有甚麼 這件事給你甚麼經驗 她自己去調教 她提早起步了 很多東西 自己學 由他律到子律 我用回大家的理念 我不會的 不過我今天學了很多東西 我回到現實的世界 但我就看到 原來那個理論就是等於這些 那沒有東西是對的 不是說我兒子是很好很厲害 但起碼我會覺得 她已經找到人生的目標 她現在讀書 是為她將來想 她說她想醫治人 她想讀心理 她說很多人生病了 因為她看到 姐姐和媽媽以前生病了 她說她想讀心理學 她現在已經有問題 如果港大心理學 要有甚麼讀哪科 她自己是穩定的 然後她的目標就是這些 所以她是一個很有力的人 她為自己很無限 就算她進入那科 她也無所謂 好 多謝 後面那位家長 最後 我不是家長 我是在學校工作 我接觸很多家長 現在很流行的怪獸家長 我也接觸過 例如我想問邱先生 她的學校好像提供了一個很自然的環境 自然學習 但我想現在外面的環境比較難 特別是幼稚園那些 還有一些家長 我試過見家長 那些家長是忙得不得了的 但你也知道現在的家長 就很高學歷 越高學歷的人越忙 在工作上很忙 時間很少給那些小朋友 通常這些都是問題學生 但他們怎能在他們身上學到一些 因為你的理念是他們自學 要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學到很自然去學習 通常現在的家長是跟著工人 在工人那裡學習 但是工人不敢打他 不敢罵他 可以怎樣配合你的理念 還有看到你很小的時候就被搬搬台台 但是譬如我們在學習的理論 就說這些小小的小朋友 現在說什麼書包都怕影響他那個脊椎的成分 因為他是未穩定的 如果他這樣自然去搬搬台台的時候 或者他真的用刀 我看到他這麼小的時候 他真的連煮東西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煮那個爐 他的那個高度都還沒配合到 我們看到你是很樂觀很好的那個圖像 但在過程之中 會不會真的辣傷 切到手 因為我們大人也有機會的 不要說你在煮的過程 我有時候拿到熱油都會給點煙 我真的弄到一隻手 辣傷了 我馬上都會用一些冷水去淋 幸好有時候不太嚴重去燒 在過程之中 如果真的不幸運 他發生了這些 因為他也要學習 他不是一學 就馬上說被你拍到這麼漂亮 這麼完美 這麼完美 那你們怎樣去處理 在過程之中 我想了解一下 是的 是的 其實之前都答過 其實我們做家長教育 從零歲開始做 可能帶著肚子來聽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小孩子 不是三歲開始做 其實零歲 他已經很自由地在滾 可能是一個很自然的環境地玩 然後去到碎嶺 開始他可以動 比較平衡 就開始來做家務 其實他的訓練 是從零歲開始到三歲 然後才做到一些餐子來的 那會不會辣傷呢 我們的小孩子 因為他從小開始 我給你看到我的女兒 比如我女兒 三個月開始滾 我們找了一張地墊 不會分辨基礎 六六六第一天 有一次就砍傷了 砍傷了 一般的媽媽會怎樣處理呢 可能會立即告起他 可能會叫他 沒事沒事 但是我們呢 我可能理性一點 爸爸 我會過去 我都會拍拍他 或者跟他 什麼事啊 跌傷啊 痛不痛啊 我不會過分地問他 我發覺呢 這三個月有多大的寶寶 痛完之後 他會自己 然後不哭 然後錄上去玩 繼續玩 我形容呢 這是一個愛心的情況之下 愛心的情況之下 關心的情況之下 他自己很關心 然後呢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你猜一下他學了什麼呢 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就 由一張小箭屋 下床 他是慢動作的 先石手落 接著先肚頭落 他懂得這樣 是三個月的寶寶 這些東西呢 是天地人的秩序 其實我們教不到 他學了什麼 學了什麼 學了小心 其中一件事就是小心 他就是從小學 學了小心 我從來不怕他會跌倒 跌倒到自己的單身 他也知道 爬到那裡 爬不到 他會下來 他會回來 那個鋼架 你見到那個 我女兒其實在兩歲 不夠的時候 我上去坐鋼回來 接著那個 我租了這個地方 其實有個很長的樓梯 兩歲的時候又想 又在那裡玩 我也不怕 因為我知道 由小孩開始 他的訓練就是小心 他知道什麼是危險 我們不是要 被他被動的安全 我們要被他主動的安全 被動 你整張包子 這些地方 就不會覆死人 不會跌倒的 但是小孩就不懂得去面對危險 我們其實要被他作息主導去面對危險 但我們也不會這麼壞 扔他出去死 不行 我們的概念裡 就是我們要把這些危險 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裡 讓他去嘗試 其實概念是這樣 所以做到了 其實 有機會來我們學校參觀 我補充一下 阿勞先生說得很好 其實在中間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一個很規定的情況 怎樣去做才是對的 其實你要審視的情境 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 剛才那位同工說父母很餓 是沒有時間 其實這種情況是最差 是最差 因為其實小朋友 其實我們一定需要關顧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會說你要怎樣去關顧 你關顧得來 他不覺得你關顧 你只是好像阿勇先生說 他知道是安全的 他知道我們是在他背後 但是你不是操控他 但是你不是操控他 這件事其實是難的 你可以覺得很容易 也覺得很難 我從事教育 我覺得我最得到的 就是我會比較知道怎樣去處理小朋友 我們不會有很多錢 我們不是很發達 但是我覺得 在跟小朋友的溝通之中 我們是可以順暢很多 我記得我自己小朋友小時候 其實我是被我的朋友 說我是懶惰 你很懶 你女兒去了個名校 你都將她拿出來 你是因為不想晚上跟她做功課 是我的同儕之中 是這樣說我的 那我就說 因為我的女兒是讀了三個月 是全部人很渴望入的名校 她入到的 但是三個月之後出回來 那就是我的經驗就是 我自己就會是 我明明很關顧她 但是我不讓她知道我很緊張 因為我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專業師 其實我自己是 因為這件事也是在我自己身體之中 在我的血液之中 我知道我是一個專業師 所以我要知道 我怎樣去站回 我一定要知道自己控制這件事 所以很多時候 去到最後 後期我的女兒 去到小學三四年級 她就會是怎樣 媽媽 每個同學都做課外練習 為何你不買給我做 你買給我做 快要考試 你快點買課外補習給我 我就說 你很想做嗎 她說 對呀 每個同學都做 後來我就答應她買一本 她買了 嘩 真而重之 全部和你做了 全部和你做了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好 當你這樣去看 讓她自己去醒覺 然後她要去做的時候 有甚麼好呢 她自己很sensitive 她周圍的環境 她後來告訴我 她說媽媽 不要讓妹妹在這裡讀書 我有兩個 她說不要讓妹妹在這裡讀書 我說為甚麼 她說因為在我們這間學校讀書 經常考第一那幾個 有小學一路上來 經常考第一那幾個 是越讀越差的 去到中學 是變得很差 她就說不要了 不要了 你不要讓妹妹在這裡 我就覺得 她自己有這個observation 是她自己的 但是你說做父母辛苦不辛苦呢 其實我們也辛苦的 因為我們要不讓她知道 我們其實對她有期望 我想很多人都分享 其實你要不讓 譬如那個女兒小時候 我是要故意很熱 穿著高跟鞋 照她放學 我都不搭的士 我是很想搭的士 我都不搭 我和她一起走上去 其實父母是做了事情 但問題是我們要知道我們怎樣做 還有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有些事情 你帶她直接是不好的 就是這樣 想問了有沒有台下發言的時間 其實差不多 其實幾位講者講了很多話 和台下的回應都使我們很多 即是反思和深思 我自己覺得做家長 其實是一個很艱難的事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我們要抱著 要開心 來教我們小朋友 因為如果不是 家長不開心 你的小朋友是不會開心的 我知道家長選學校 很大壓力 經常都說要選最好的學校 甚麼叫最好的學校 可能大家心目中 其實大部分可能是 旁邊的同償 父母給你一些壓力 這間才是好的學校 那間是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香港政府放這麼多錢 每間學校裡面的私資 都是差不多學地 每間學校裡面的投入 都是差不多 其實學校基本的硬件 和軟件 相差不一定是太軟 但視乎你家長的心態 是怎樣去對待 有時候 特別在選學校的時候 特別在小一的時候 選學校 在一間不好的學校 家長通常很猛的 很大的反應 我經常都跟家長說 你這個反應 是對你小朋友 起了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因為他看到家長的反應 他只要進了一間學校 是不適驗的學校 他將來一定會讀得不開心 所以你作為一個家長 你作為一個決定 你給他進去 你也鼓勵他 這一個 也都是現在這一刻 沒有法治 在這樣的制度下 我搞到最好的學校 你要讓小朋友覺得 你是支持他 你是給他最好的回應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講 優質優兒教育 別輸在喜跑線上 其實最關鍵的 我覺得喜跑線是要講的 別輸在喜跑線上 是什麼呢 就是優質的親子關係 因為你有優質的親子關係 你不是輸在喜跑線上 將來所有事情 你都會順利 因為我們小朋友 回到最尾最尾 都是講他和父母之間的關係 你和他關係好 有多大的困難 他都會過得到 但是你和他關係不好 有多小的困難 你都會抱在這裡 所以今天很多謝 那麼多位 嘉賓給我們 有很多意見 多謝大家 來到這裏分享 因為你們都很關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還有今天 幾位嘉賓的講稿 如果我們正得同意 我們會放在 大學和學會的教育基金的網站上 但如果不知道我們的網站 到時候你打回我們的名字 可以找回我們的網站 大家可以分享和多些推動 我們今年下半年 我們都可能會再搞多一次 這一類的研討會 歡迎大家 有興趣再次出席我們這些活動 多謝大家